oraz 感覺看起來像二十五歲一樣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家的呢叫做 那葉 蜡葉餐酒館 흐瓦那葉 是哈瓦那葉 還是那葉 哈瓦那葉是我們老闆的主要的平台 那lest切算是 像連銘款 甚至哈瓦那 Cross 鄂葉餐酒館 喔 我想說怎麼跟我進門看得不太一樣 所以 請問她子是誰 誰是誰 那位是誰 他就突然間蹦出來開始跟大家聊天 羅賓店長 他這個地點是在展演中心 對 展演中心裡面 想到裡面有一家餐酒館嗎 對 那我們從外圍要怎麼看到你們的招牌了 看不到 沒有 因為主要是 對 這是展演中心的建築吧 所以我們想要申請招牌 他需要過很多關卡 對 所以目前我們還沒過關 還在卡在中間 所以你們的客群都會是 算是 熟客 懂門路的客人就對了 對 所以你們不會有什麼過路客 大家都是因為知道你們夠厲害才會來 周末 周末才會有 因為周末上面都要炒皮啊 家長會帶小朋友或帶小狗 禮拜三禮拜五聽到助唱的歌聲 那他們可能會下來看看 所以這邊會有助唱的表演 是 我們這邊剛好就有一位樂團的主唱 你們有需要助唱歌手嗎 需要 直接面試啦 等一下直接上班 不然我們唱別首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你藏在乘風的位置 要不許加油我 怎麼過一輩子 你住在黑洪的城市 握著飛向天堂的鑰匙 我為你堅持 好 請舉牌 謝謝 10分 謝謝 這間店 它就是走一種跨國料理的感覺 店長幫我們介紹一下好了 我們的1280的套餐 桌上看到的除了飲料以外 其他都是包含在裡面的 它主餐的部分可以選三種 一個是紐約客牛排 私事手傳的紐約客牛排 來自美國 這就是它的肉味 肉的味道會比較明顯 它看起來好厲害喔 這是幾分熟啊 這個是三分熟 這個厚度很簽面這個粉紅色 超級漂亮耶 可以沾幾部的咖啡色的醬汁 它是用牛骨高湯去熬了 大概10個小時 所以是牛骨高湯 然後搭配牛排醬 然後去熬煮 它會變濃稠的醬汁 我想要吃個玉米粉 沾這個牛骨高湯 噢 好扯 不要把他出奇怪的追憶 噢 好扯喔 厲害耶 它這個醬汁有夠濃的 對 就是你彷彿就是在吃另外一道牛肉料理 它自己本身就是一道料理 我以為三分熟會很深 可是其實不會 不會啊 它很嫩 如果溫度有扣進去的話 它其實不應該吃起來像生的 嗯 溫度要扣得緊 那這個是我們的季節水果做成的沙拉 那一坨 它是用麻斯卡丼跟柑橘做成的泡泡 這是提拉米蘇主要的原料 那上面綠綠的那個是什麼 那是我們做的綠油 那今天是用的 對 就是我們用綠色的蔬菜去做成的油 那就是讓它多一個香氣這樣 嗯 你們兩個我怎麼好像聽得懂什麼是綠油的感覺 綠色的油 不合理吧 你們兩個聽到綠油好像一部沒什麼 這個很有問題吧 它很直覺啊 就是綠色的油 可是 它不會有很重的那個草感 吃過哪一家的沙拉豆是草 我蠻想知道的 而且它不是配沙拉薑 它是配這個 這個是甜的 很好吃 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我是一個很愛吃甜食的人 所以越甜我越愛 那下一道是這個 這是我們的法式豬肉丼 那裡面是我們用豬絞肉跟那個豬的老鼠肉 豬的老鼠肉 它是屬於瘦肉的骨位 那它的肉不會太乾柴 比較耐煮 我們用豬絞的膠質去一直慢煮 跟豬皮 主要膠質出來之後讓它可以做成凍狀 然後下去 濕式的麵糰下去炸過 咖哩嗎 它是東南亞的醬汁 叫做森巴醬 它是用香茅跟薑黃這些下去炒的 南大會這個顏色 還有辣椒 對 它是薑黃的顏色 是 它是天然的薑黃 欸 這感覺好特別喔 有點像小龍湯包那種感覺 高湯這樣很大 我來一口塞給大家看 我的形象耶 它應該會感受到什麼東西啊 一口塞進去之後 形象毀掉 對 好好吃喔 搭一搭一搭那種感覺 這個就是你 40幾歲了 還可以看起來像30歲的秘密對不對 對 他在我的嘴巴裡面跳 哇 又年輕了 五歲了 你現在看起來像25歲一樣 謝謝 不得了 不得了 這做好多久 它感覺是超級功夫菜耶 對 因為它需要先把 先煮蔬菜高湯 然後跟豬肉下去熬煮 也是把它熬到變成凍狀 所以也是要個好幾個小時 下一道 這是主餐前面的一道菜 那通常我們會叫做第一主餐 那在義大利他們可能是燉飯或義大利麵 那今天我們是用冷麵 因為我們想說 要吃到主餐之前讓它親個餵人 我們是用日本柚子做成的沙沙醬 沙沙醬 對 它上面配的是大概七分熟的宜蘭的鮮蝦 我很好奇那個 七分熟的蝦子 對 我自己是聽過 對啊 蝦子還有分幾分熟的 那這只是沒煮熟而已吧 是 沒錯 這樣講話沒有錯 這樣講話沒有煮熟 這樣講話沒有煮熟 它是故意沒煮熟的 它是藝術 蝦子七分熟會怎麼樣 就是帶一點生肉的口感 但是又有熟肉的香氣 玻璃蝦 玻璃蝦 你知道玻璃蝦吧 就像玻璃蝦那種感覺 什麼是玻璃蝦 你去吃回轉壽司或玻璃蝦 就是也是有一種半熟半生 然後脆脆的感覺 脆脆的 對 那種玻璃蝦的感覺 對 如何如何 一入口你就感受到那個 中秋節 為什麼 柚子嗎 柚子啊 一入口就是中秋節 我看到長蝦了 對 你看到長蝦了對不對 然後最後再接一個這個 巴斯克對不對 是 答對了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們頻道裡面 有一次做巴斯克蛋糕的影片 裡面在看對不對 拿貝色的部分 是鹹蛋去做成的那一種 鹹蛋 對 鹹蛋做成的 黑色就是巧克力 爽下巴的部分 奶酥是他那個畫龍點心的那個 加上這個奶酥之後啊 他加上那種塔皮的感覺 那種脆皮的口感 對 他就像是有一個脆皮的底一樣 巴斯克我們之前做了一顆 那個吃到後面會很膩其實 那他加這個 然後有這個鮮奶油 那感覺會不一樣 最後就是我們 額外的一個酒精的部分 對 因為我們這邊 就是有做一個吧台 那就是希望客人來 吃飯的同時 能夠享有些 調酒調飲 這杯是什麼 對 好問題 請問他是什麼 好問題 他是我們的 外廠咕咕咕在右肩炒酒師 哦 太忙了吧 他叫紫克名店 因為是Purple Crush 然後他裡面有加伯爵茶 我們用伯爵茶去泡伯爵茶做茶茶 對 然後裡面還有加麥玫瑰汁 跟黑醋力的利口酒 酸酸甜甜的 然後有茶香 對有茶香 你看 你在重複他的東西 哈哈哈哈 那這杯是 這杯的話 他是做無酒精的 然後他是做像草莓奶型一樣 哦 它是濃的喔 因為我喝3% 就覺得 會醉了 哈哈哈哈 有甜味 然後又有茶味 又有Vaga味 他把那個酒精的苦 都壓得很低 美國的味道很濃 然後我覺得茶 茶就是淡淡的在 在後面 茶香 對一點點香味而已 對我覺得很好喝耶 它有草莓嗎 對 它本身就是草莓 喂 喂 真的都沒有在聽耶 還有他沒有講錯 反正它那個牛奶的味道是很香的 就是很新鮮的那個草莓水果的味道 好啦那我們其實這樣子 為大家介紹的差不多了 對 非常好吃 這家店它厲害就是在於 它真的是跨很多國家的東西 就是店家的創意 而且店長呢 他們這些廚師這邊 聽說很厲害的是他們都是 米其林一星等級的餐廳 有推薦也有一星 然後也有從國外回來的 就是 從各個地方收集起來的一星級的廚師 然後跑來這邊一起開店 這樣子 蠻厲害的 感覺就很有錢 對 很有錢 我以為是說很有心吧 很有錢之外也很有心 桃園真的很少這種類似的 餐酒館 這樣子 這樣子等級的餐酒館應該很難得看到 比較多其實是居酒館 好大家記得要來 然後 會有駐唱表演嘛 那之後有看到我們 駐唱大人在這邊 唱歌給大家聽 那我們也會在這邊駐唱表演 模式給大家 對 沒問題吧 沒問題 強不過 強不過中獎 我找到工作了 我找到工作了 好不好好感人喔 好那就這樣啦 感謝我們店長的介紹 謝謝 之後呢 我們再讓岳德 帶我們去更多的地方 吃好吃的東西 沒錯 真的是更多有趣的店家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